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是引进载用轮椅使用者车辆 因此我们就提出了货物税条例第十二条第一项第一款第三目的增订载用轮椅使用者车辆免税的规定 第二点是现行的使用牌照税法严格的限制零有执照的声音障碍者 他必须要将车辆登记在他的名字之下才能够免征使用牌照税 这导致了出现了一种状况 也就是有驾照的身心障碍者他必须要有车才能够享有免税的待遇 但是没有驾照的身心障碍者他就不需要有车就可以享有同户免税的待遇 这个不合理的差别对待 因此我们提案修正使用牌照税法第七条的规定来删除必须持有驾照的要件 那么我要说的重点就是说 比较重要的是这个货物税条例第十二条这个部分 因为我国呢在2017年就已经迈入超高龄化的社会 那么整个社会在超高龄化跟少子化的严重的这个挑战之下 我们要快速来建构一个无障碍运输的环境 那这样的建构的工程已经是刻不容缓 那需要各部会一起来面对一起来解决一起来参与 那么请委员请赵伟和各位官员能够支持 谢谢 谢谢 谢谢杨委员 我们到场的还有我们吴扁睿委员 吴扁睿委也介绍一下 谢谢 大家可以都写谁了